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我预期的还快 我原先以为外资会在年底左右 FED正式升息之后才会做挤拉的动作 目前看起来它开始在挤拉 好 不要急 不要急 我会讲给各位听 好 外资我跟各位谈过说 外资是卖不掉 我保证它卖不掉 但是呢 如果外资卖不掉的情况之下 它最后只会做一个事情叫做挤拉 我做挤拉 然后让市场力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有可能跑 但是不要以为这两天的挤拉它就跑不掉 你要不要看成家量 今天量有比较大了 750亿 750亿 有比昨天大一点点 有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也就代表它卖不掉 还是卖不掉 所以将来大概我们要判断 就是判断所谓失控量 譬如说1350亿 或1300亿以上 未来那个成家量非常大 在对冲的时候 那才有可能它要跑 目前我把它分两个部分来谈好不好 第一个 它到底是不是开始做挤拉 这一部分我还不敢确定 还不敢确定 但是呢 这两天的一个拉抬动作 看样子它们有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它在期货的部分 那个口数啊 那么多单的 进多单的口数 你增加到八万口以上 这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外资不断不断进来 今天不是台股强哦 你如果这样看 你以为亚洲股市都强 那不对哦 我们来看一下亚股 我先带你看这个东西 第一个南韩是强的 首要指数是强的 对 但是它的强度只有0.32 台股的强是1% 我们比南韩强了三倍 所以它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 我既然出不掉 我又不见得想出啊 我为什么不见得想出 我不是跟各位谈过吗 如果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不理想 造成FED在9月份 不会升息 那今年的升息动作 就可能放在 美国总统大学 11月8号以后 所以那个地方才会升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今天是9月6号 8号还有两个月 10月11月 9月9月10月11月 对还有两个月 这两个月叫做空窗期 这两个月是没有任何变数 FED不会升息 没有任何资金收缩的一个变数 那我问各位 是不是外资就会想办法 开始急了 对吗 没错 我没有乱讲 你看一下台币 今天被打回去了 但是最近应该在升值了 盘中开低走低 走低就升值 台币在升值 我们看它的K线 原先这一块是贬值 有一部分的资金 外流出去了 我跟各位谈过 那一部分资金 基本上 那么 就是所谓的炒汇的资金 可是FED如果不升息 这个资金又回来 看到没有 又回来了 出去了又回来 这就是最近的台币在升值 所以台币升值是 从美元换成台币 它需求台币 所以台币就相对美元就升值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外资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它没有撤退的打算 或者它想撤退撤不掉 所以将来台股一定上万点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这没有什么好讨论 将来一定上万点 而且呢 一万点不是重点 所以之前很多人 跟你谈什么九二共识 我不是告诉你吗 现在的二行程的一个机车 已经被淘汰了嘛 九二无限汽油 还不如九五九八呢 对吧 我现在告诉你 一万点以上 那一万点以上 在目前会上中 那你要怎么做 好 我刚才谈到了 我还不确定 它是不是开始做极拉的行为 但我确定一件事情是 将来它要出货之前一定极拉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呢 指数的极拉 没问题 不要太担心 没有啥问题 你只要出去看成交量 我极拉上来总要你进来 总要你进来 如果你进来 那个量就会放大 那目前呢 七百五十亿 我再买 你不愿意进来吗 好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 安全期 好 这个地方安全期 做多的安全期 好 如果我们再把整个交点 拉回到整个趋势 我们在 七月下旬左右之后 我们就再上了九千点 对不对 后面我们的坡洞 一直 你看哦 几乎都没有洞 你看我这个水平线就知道了 快两个月的时间 高一点九千二 低一点八千九 但基本上都在九千零五十年左右 在做盘旋 所以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在高档整理两个月 高档整理两个月 一般我们的经验是 九盘必跌 对吧 好 没有错 你听过九盘必跌 所以九盘必跌 就是说 大家会不耐烦 九盘的话 可能外资撤退 主力卖股票 那个后面 散户朋友开始买 融资大增 那个这个 相对来讲 就是法人站在卖方 高档盘盘盘盘盘 都会崩盘 对吧 这是之前我们的经验 现在融资有大增吗 没有 没有 融资没有大增 反而是外资不断买 法人不断买 那就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你卖出去的股票 全部被法人接走 好 这叫中期整理 我们在高档的中期整理 在八千九到九千二之间 整理了快两个月 我一旦突破九千二 是不是代表另一波的涨势开始 没错 如果另一波的涨势开始 那我就来思考一个逻辑 如果另一波的涨势开始 那它一定是产生什么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 它不是拉全之谷 为什么跟各位谈这么多东西 是我先把整个大盘的架构 跟你讲清楚 如果今天的大涨 是因为拉全之谷 拉上去的拉台积电 拉鸿海 拉金融 尾盘有啦 有偷拉金融 拉这个传产龙头 拉同龙头股上去 小型股全面崩盘 这个盘不能玩 OTC有没有崩盘 没有 OTC今天涨了0.59 今天不是只有你全之谷在涨 小型股也在涨 而且小型股涨到什么东西呢 涨到业绩股 同事在今天拉到涨0.59 我不是介绍同事 我同事已经卖掉了 508块我卖掉 那我要怎么去思考一个逻辑 同事公布它8月的营收 对哦 对哦 9月15号之前要公布8月营收 公布8月营收之后 同事的营收 创了同期来的新高 它叫什么 业绩成长股 对吧 对 业绩成长股在今天拉上来 所以当业绩成长股拉上来之后 这个盘面结构就非常好玩了 为什么说非常好玩呢 我不可能带会员买台机店 我也不可能带会员去买鸿海 但是我会去买 顺顺的 顺的 今天我们顺顺的顺的 大涨5.5% 大涨5.5% 还没有创新高 它最高45块6 可是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前两天跌破月线 跌破 没有停损慢压 代表中期筹码非常安定 股价在拉上来 好 这档股票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这位置买 我在7月1号这一天买 我们买的价位是34块 我当时跟你谈到 为什么买顺的 我说一家公司 今年要赚3块半 我买在34块 是不是代表 我买在本益比10倍以下 一家公司 今年要配息2块钱 我买在34块 我是买在现金值率高大 5%以上 我买进一家公司 它具有所谓的 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它是具有价值 价值的衡量有三种 一个是低本益比 一个低净值比 第三个是高值利率 所以呢 顺德的部分 低本益比跟高值利率 我买进去 参与了除息 对 我到现在一张都没有卖 我先跟各位报告 我到现在一张都没有买 从32块 我还不止 不止34块买 35块多也买 39块也买 40块也买 42块也买 你注意看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敢于这样买 有人问我说 老师 那个顺德已经涨了 三成以上 对 你从32涨到今天的 43.85 你去算一下 这个涨幅大概是多少 看一下 这个涨幅大概 来来来 我没有去计算它 我没有计算它 你帮我算好吧 我32块的成本 现在43块8 我涨幅已经超过三成 算四成了 如果再高一点 你变四成 一家公司 它的股价涨了将近四成 你是要站在那一方呢 还是可以继续买 很多人说 赚钱就要跑 你不会赚四成 很多人会赚钱就跑的 不会赚四成 大概赚4% 你就跑掉了 好 我也赚四成 可是你要在这个市场 当中赚大钱 赚什么大钱 这么大的大钱 你要赚这么大的大钱 你可以因为一档个股 涨了4%你就跑掉了 不可能吧 涨了四成 考虑一下 我还是不跑 我刚才跟各位谈过 我说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要看它现在的股价的位阶 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有没有脱离它的价值 好 结果呢 顺德第二期财报公布之后 第二期财报 由于市场预期 今年的顺德可能 原先预估赚三块半 现在可能赚到四块钱 如果一家公司 它的一个股价 这个EPS可以赚到四块钱 那股价达到四十块 叫本益比多少 十倍 那你觉得我三十二块买进的 会在四十块买吗 当然不会吧 因为我还在本益比十倍左右 所以到今天收盘 本益比大概接近十一倍 还不到十一倍 问题是 如果今年不止赚四块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可以赚四块半 明年可以赚六块 你大概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谈什么 我在谈成长的概念 好 我时间不多了 我就讲快一点 去年的操纵 从四十三块八 涨了四点五倍 涨到一百九十六块半 四十三块八的操纵 涨到五十块该卖吗 涨到六十块该卖吗 涨到七十块该卖吗 很多人说不该 是因为他后来涨到将近两百块 所以我常在讲说 你如何让自己在市场当中 赚大钱 这一个方法 从价值出发用成长画梦 其实我把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好 价值的衡量 我交给你 低本益比 低净值比 跟高值利率 现在没有值利率了 所以你去找 找那个低本益比 跟低净值比的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当然有很多 我今天买进了一档 顺的 顺打 顺顺的 顺的 顺顺的 顺的 好顺的 今天买进顺的 那个顺的 到昨天还在 还在低档 今天早上买 好 为什么买顺的 我带你看一下 赚钱的公司 今年的顺的 大概可以赚到三块八左右 所以赚到三块 下半年是忘记了 赚到三块八左右 我问各位 它的股价达到四十块左右 是不是代表什么 代表北益比接近十倍 而且你今天收盘来计算 北比大概在十一倍多 那我再给你谈这个东西 它的净值在四十六 股价达到四十六以下 净值比在一倍以下 很多的标的从低档要开始起来 顺达是做什么 苹果的电池 锂电池的供应商 第二个部分 我买它的梦 在于它切入到电动车的领域 电池的电动车领域 所以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想这应该是投资朋友需要的 所以呢 我们推出的九九大满贯的专案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大满贯的专案 它主要是今年的会期 我会帮各位吸收 也就是会期会算我的 你越早加入 你早一天加入 你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 你早一天加入 你多享受一天的会期 你就多一天的会期 第二部分 真正机会来的时候 就像顺达 它的机会点出来的时候 我会带你进场一样 第一时间拥有我的扣讯 就等于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已经摆好了赚钱的正式 谢谢你接受看 明天同时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审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